在中国跳水界,有两个天才是大家不能忽视的,这两个人都是十米跳台的王者,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处于最顶尖的层次。 一个人是陈玉希,另一个是全红蝉。 这两个小姑娘在跳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身姿,为中国跳水拿下了非常多金牌。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比赛当中,全红蝉横空出世,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,谁又能想到中国跳水一直在涌现人才。 当然了,陈玉希的存在或许也在证明中国跳水不仅只有一个全红蝉。 在即将开始的福岗市井赛当中,这两个人将继续冲击冠军。 全红蝉跟陈玉希这两个运动员也拥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,他们一言一行都被自己的粉丝所关注着,因此他们两个人也被经常拿来做对比。 到底是陈玉希更强还是全红蝉?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停下来过,但是从此前两个人的交手情况以及对内训练的情况来看,陈玉希会更胜一筹。 此前,在比赛的时候,全红蝉的207C动作经常出现失误的情况,一出现失误,就很难竞争金牌了。 第一次的福岗市井赛,不仅仅只为了竞争一个冠军,更多的还关系未来的奥运资格。 那么,在福岗市井赛来临之际,他们两个人能否在这一片赛场上继续决出胜负呢? 人民日报发了这么一篇文章。 如下所示 在国际赛场的跳水女子石米台,中国梦之队拥有碾压性的优势,如今担任比赛基本演变成了全红蝉和陈玉希两个人的较量,陈玉希对于竞争看得很透彻。 陈玉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有竞争才会有提升,因为有不断的竞争,我也在不断勉励自己,加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技术。 跳水首先就是自己跟自己比,希望自己能比自己跳得更加好,更加有进步。 有竞争才有进步,陈玉希的话字字珠玉,虽然全红蝉是最年轻的跳水奥运冠军,但是这些奖项都会激励着她不断前进。 两个小姑娘在场上虽然是对手,但是在场下却是非常好的朋友,从她们的日常行为,一举一动,以及在各种画面当中显示出来的行为举止,都显示出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。 关注全红蝉的粉丝,大部分都是了解到全红蝉不一般的家庭环境,家里比较贫穷,而且家里的父母也都是农民,培养这么多孩子非常的不容易。 很多人都存在着一个共情的心理,希望她能够在赛场上取得更多的好成绩。 寒门出柜子这是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件事,也希望全红蝉在这一次的福岗跳水市井赛能够继续为国争光。 不论如何,也希望各位粉丝不要把这两个运动员放在对立面,毕竟他们的年龄还小,而且两个人也是搭档,加上现在互联网的盛行,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态。 在比赛来临之际,一起祝福他们在福岗市井赛当中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。